圣母神像的彩衣被烧毁 圣母像被熏黑 我们特别访问了高雄教区刘正中总主教 为我们说明目前的情况 想先请问一下总主教 就是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下 三号起火的大致上的情况 以及相关的处理 因为三号下午大概四点多吧 四点二十几分左右吧 首先我听到方修女 因为她可能在第一现场 因为她在教育活动中心那边 她是听到烟雾的侦测 侦测到教堂那边 有哪地方烟雾太多 所以有警链大作 所以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她就赶快跑出她的这个活动中心 到圣堂那边看有一些烟雾 那就是在万金圣堂 近圣堂的右手边 那边一个小房间 那个圣母像就放在里面 那也是告解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起火 当时有一些六七个游客 那他们就是看到有冒烟 开始也在叫 后来他们就 修女就赶快去拿那个灭火器 那大家就去灭火 所以很快就那个火势就被扑灭了 所以招呼点就是在圣母像 那圣母教呢都算是好好的啦 那当然这个是一件大事 因为我们的圣殿 万金圣母圣殿 被内政部列为这个屏东县的文化遗产 第三号第三级的古迹啊 所以他们很重视 那今天早上他们大概九点多 就有去鉴定 鉴定可能结果可能两三天以后才会出炉啦 才会知道到底怎么引起火灾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当然他们很重视 所以早上他们的处长啊 副处长啊 几个人都有啦 后来我也去了 那我也告诉本堂是人父嘛 那对于修复的工作 那我们能够做得到 当然就是教会这边就是 生物方面就是文物方面 那是我们的 那我们怎么样子修复 是不是有它的样本 那至于比较专业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的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或者是内政部 既然是古迹 所以他们拿一些可以比较专业部分 请求资源啦 那事实上这个圣母像不是最原始的那个无染源在圣母像 最原始的1870年那个是在圣殿的正中央那一个 那一尊是1870年的 跟这个玫瑰圣殿 主教座堂 那个那一尊圣母应该是同时从西班牙到台湾的 大概是19世纪的 那这一尊圣母像 那是大概60年前吧 五六十年前 他们的教友自己有做的 但是对台湾教会 可以说是全国走透透 1991年5月的 大概母亲节前后吧 就出巡 巡行整个台湾 这是第一次环岛巡礼 第二次是要准备庆祝150周年 台湾开教传教150周年 那是2008年9月7号 第二次环岛 算是很有文化的记录 他就是巡行 两次巡行 就是用这次被火烧的这一尊圣母像 所以可以说是对台湾的社会啊 很了解 然后受到我们的教友的爱戴 不只是教友 非教友 他们也是看过这尊圣母像 所以当然很多人都很不舍 那我们也希望修复的工作 能够赶在12月 他们要过主宝 过155周年的 这个主宝 堂庆之前 能够修复 圣母还可以出巡 圣母有巡 所以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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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